消防隊趕到路上待命 因為稍早前 現場傳出了爆炸聲 接著就陷入一片漆黑 剛剛就啪啪啪啪 然後一陣火花 我洗完澡放一車 來就開電 消防隊趕緊打開水溝蓋 要找尋原因 而台電也來到現場搶修 不過附近住戶已經受到驚嚇 急忙到馬路查看 這起停電意外 27號晚上8點10分左右 就發生在高雄市中心的前進區 包括自強一路 六合二路等 共720戶受到影響 由於當時氣溫超過31度 不少人來到馬路乘涼 順便關心休閃進度 前進區的停電 雖然一個小時內就恢復 但原因還得釐清 沒想到稍早前 左營區高鐵站附近的文府路 同樣出現停電 由於停電超過三個小時 晚間10點多還沒排除 除了住戶沒法洗澡睡覺 還有附近店家得提前打烊 但最無辜的是這間修車廠 車子修到一半卡在半空中 沒法工作也沒法關門 經過了解 左營區的停電 雖然只有156戶 但700多公斤的不良變壓器損壞 還得等待廖建泰煥 也讓南北高雄一晚的良起停電 都引發民怨 TVBS新聞南部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